代表會主席當面向鄭麗君請託 還有溫室農民也敢來陳情 溫室農民心系栽損 鄭麗君面對前來求助的信義鄉民 要大家不要擔心 颱風致災 讓信義鄉災情慘重 農民沉寢的現場 鄭麗君原先安排勘災的 其實是羅那村的連外道路 大家齊心協力 一起來防臺救災 信義鄉還有東浦村 爆發土石流 這個本來是高於菜園 現在都變成石頭園了 裡面都是石頭 土石沖落 摧毀的不只是菜園和溫室 還有民宅一樓也遭殃 鄭麗君連跑兩個南投勘災點 在信義鄉之前 另一處就是水里鄉 擔心學生選手沒有了練習場 鄭麗君快步走進水里鍋中操場 要看山壁崩塌災礦 儘管鄭麗君只能到兩處災害現場勘察 但災後重建善後 鄭麗君安撫民眾交集了心 作出承諾 我會跨部會的來看相關的計畫 好不好 那我們盡力 全力來支持好不好 相信吳桂宇南投採訪不到 除了 鄭麗君